生日節 四五六 T-3 before I get back to Singapore 所以呢 我现在要去找一个朋友 然后把 然后把我的家的备用钥匙和车的备用钥匙拿给他 Let's go 今天是星期四的话 还有两天就要出国了 然后我现在在搜东西 然后就很不知道到底要搜些什么 因为我不打算带很多东西过去 然后 我带很多自己的药 那个药就已经 占据了一半的那个 行李箱 然后这次的行李箱我没有打算带大的 我只带中型的 所以呢 我会把很多的 我不会带很多衣服之类的 去到那边才买吧 所以 如果说是要的话 就已经占据了一半项 所以我剩下的位置不多 然后我现在有一点点的困扰 就是我其实有好多书本想要带 然后 我很犹豫 不知道要带些什么书 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分享 然后给你们看我的心理箱有些什么东西 这些是我想要带回去的书 这三本呢 是 这四本吧 这四本是我闺蜜界 我的其他三本 我看完了 然后我想要带这些书回去 可是 嗯 我不可能带这么多书 出锅啊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困难 就有一点猶豫 到底应该带些什么 可以 过去 可以 可以 你不想带些书吗 你不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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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快吃吧 快吃吧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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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酷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寿司行李的话就需要准备比较多的那些用品 所以我这半个箱里面全部都是我需要用的药 或者是需要吃的药 然后当然有mask 然后有一些要用的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护肤品 还有我不能缺少的mask 然后另外一半就是衣服 衣服 这次就没带什么鞋子啊什么的 到时候真的需要再买吧 然后我通常都会带一个hand carry 然后hand carry里面呢 我一定会放一套衣服 因为我试过曾经坐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就我要去英国 然后就那个飞机烟雾 结果我整晚都需要在飞机场里面 然后呢我会准备这些都会带上飞机的 然后我会把全部我需要的 就是需要拿出来的 比如说 电脑啊 电脑啊 镜头啊 基本上全部需要拿出来的 我都会放在我另外一个包包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一次够拿出来 然后 我带的hand carry 我就可以完全不用打开 所以看着它的鞋子 就是这个鞋子 我给你一个镜头 是因为стuflut 是定他 不是吗 prophets 你就不想吃了 那你知道你让我吃的 我吃的 有点 你 我會想把她的東西提醒 你爽會提醒你 把她放回去 你也可以去幫我 我可以去幫我 不要去幫我 好 我可以去幫我 掉我 我可以去幫我 我們要不要在那裡 我可以打到你 新加坡 我现在到了机场了 然后再等飞机 然后再等飞机 然后现在呢 我就在 Starbucks 就点了一杯零喝 就等车上飞机 就等车上飞机 这晚上 我现在到了机场了 但没有多少个人 那就 十个吧 所以现在就是我的休息时间 我好久没有打飞机了 有点紧张 昨天晚上根本都睡不好 因为一直怕自己 太久没有那么早吃 然后吃完了 所以刚刚呢 我就和朋友吃了早餐 然后他的妈妈很贴心的 给了我一个 这个 恐怕 就叫我路上安全一点吧 就 stay safe and stay 了解 然后 我就 11点多就到飞机场 然后我的飞机是两点 所以我们还需要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做公司 我做公司 可以做公司 呃 ok 你可以把L5拿到机票了 哎呦 他问好多问题耶 然后 我就手忙脚乱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 进去啦 谢谢 thank you 空无一人的飞机场 啊 好重啊 把东西碰好间 你看 连Duty Free的店都没有开 唉 还想着早一点进来可以逛街呢 结果也是不用逛了呗 好 我现在在机场里面了 然后 Duty Free都没有开 所以呢 整个机场到现在 我只看到我一个人 然后 真的是很空很空很空 很空 在这边 我只能给你 看我好 我现在的东西 都没有开 我还想着呢 我们人家的大陆 也不让我开 我还要去 你这个地方 我还要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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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千多个人 昨天破最高纪录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